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,关于国民党三中交易案,上周三台北地检署首度以他自案被告身份,传唤前总统马英九等多人,之于中英前副董事长庄婉军,被控利用时任中英董事长蔡正元出国机会,挪用公款期。 5亿元一案,最高法院依未造有价证券等罪,累计判章8年6月徒刑确定,其中9月徒刑可一颗罚金,台北地检署执行可已即发传票,传唤庄女本月中旬报道发监执行。 最高法院认为,专婉军未经中英董事会决议,侵吞中英财产,在不同时间的资金需求下,多次未造中英公司取款评条,汇款条和支票,逐次向银行诈取中英账户存款,金额从数十万元至两千多万元不等,认定他触犯未造有价证券,未造文书等弃罪。 庄婉军在法庭上辩称,提款投资前曾和蔡振渊等人讨论投资进江医院和台中棒球场等案,获得蔡振渊同意后,才代表中英签约投资。 庄还主张,就算他违法多次提领中英账户款项,应该只成立一罪,不该判他其罪。 最高法院不采信张婉军辩词,认为蔡振渊等人申讯时否认同意他提款投资,且就算蔡等人私下同意,根据公司法和中英内部章程规定,也不能当成是董事会的决议。 另外,庄在不同时间的资金需求下,各自未造中英单具提款,不能只算是一罪,因一刑法一罪一罚,规定论罪,共成立七罪。 前方查出,庄婉军自95年5月8日起担任中英副董事长,到同年9月间,趁时任董事长蔡振元经常出国,利用保管公司大小张的机会,以投资开发案名义,陆续由公司支付土地开发基金,顾问费,预付土地款等,共挪用中英资金7亿4932万9千元。 台北地检署99年间将庄提起公诉。